在灰姑娘加入豪门的娱乐圈童话里 宇成庆遇上伊能静 曾是街坛项羽 宇成庆是生活富足的十家子弟 伊能既风雨飘摇 家世相差悬殊 却坠入爱河 那些年 内敛的宇成庆为数不多的高调表白 就是在万人演唱会上 笑容灿烂地唱着只有为你 此心在最后加了一句 Anning just for you 因为伊能静的英文名字就是Anning 有次宇成庆上节目 采矿有问他 你翻伊能静那些比较阴暗的书是 会不会心里流汗 感觉到人生沉重 宇成庆谈呼的回答 我个人在内心有相当阴暗的一面 相恋是伊能静上综艺 满面笑容地讲着宇成庆给他所有的宠爱 他醉酒回家 他就拿垃圾桶在床边守着 桶放左边他吐右边 桶放右边他就吐左边 看着他的不清醒 宇成庆只是无奈又温柔地说 你真的很叛逆 伊能静生子 宇成庆进产房陪伴 一生为了缓和生产的紧张 叫他在产房里唱歌 宇成庆就真的唱了一首情非得已 当宇成庆对自己的才气失望 想放弃天赋转而从伤 伊能静气愤地大吼说 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铭记与财富 但你要坚持 伊能静生子一言的书里写道 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我先生 因为从我17岁就认识这个人 我的17岁里有他 我的22岁里有他 我的30岁里有他 拿不走 就是这样子 宇成庆的婚姻是这么多年 我始终觉得她是最好的太太 没有人能够比得过她 伊能静的爱飞蛾扑火 占要到想向全世界宣告 写成书 说出口 宇成庆的心思有浪漫 只想守住我与你的步调 不干涉 只接手 两人就这样相爱了整整14年 当年牵手门后 感情告终 伊能静陷入负面 宇成庆唯一的回应 是对当年的恶意报道 他说 我过去不提的 现在也不会提 未来更不会提 我喜欢在夜里抬头 想向别人窗后的幸福 你就与我共住心房 上边万家灯火 可人生海海 目落人散 既无最爱 也无例外